大家好欢迎来到drfish频道 我相信有很多人因为疫情的关系都被避躲在家 要出门买菜也担心受怕 所以有些人就想自己在家里种菜养鱼 搞起鱼菜共生来 但是很多人会在自己家里弄一个鱼池 然后直接把一大片的水根菜放在上面 结果鱼也死了 菜也滑了 今天我来为大家讲述一下真正的鱼菜共生系统 这个系统需要符合什么条件才会成功 鱼买回家之后当然不会忘记给鱼喂食 鲨鱼经过鱼消化后会形成大便 但是在大便里面基本上都会残留一定含量的蛋白质 在水里面 浮生细菌会将大便和饲料产与内的蛋白质 转化成阿摩尼亚 阿摩尼亚累积到一定的程度会使到鱼出现慢性中毒 鱼中毒后开始会出现缺氧的现象 而且鱼鳍和尾巴的部分会出现血湿的症状 之后毒素会开始渗透内脏一直到中树神经 在这个时候鱼基本上也没有得救了 然后开始出现大量的死亡 很多人都认为鱼池里面有鱼粪便 可以供应菜所需要的营养 基本上是不需要施肥 菜就可以长大 但这不是完全正确的 因为菜是无法直接吸收到鱼粪便的营养的 蔬菜只有在粪便所产生出来的阿摩尼亚 转化变成硝酸盐的时候 就是我们常说的NO3之后 菜才可以把营养吸收 所以说鱼池里面没有生化系统可以将阿摩尼亚转化成硝酸盐 菜就不能吸收到营养 所以开始变黄 然后开始慢慢的枯萎 基本上鱼菜共生系统是属于RNS 就是内循环室内养殖系统的原生榜 一个正常的RNS系统必须要有生物过滤 在家庭造坊可以使用简单的沉淀池或者是海绵过滤 但是大型的鱼菜共生系统就建议使用Dram Filter 在物理过滤方面 还是要定时将分辨清理出系统以外 以减低生物过滤的压力 但是有些人不这样子做 也没有一个绝对性的规定 一切都要按照你养鱼的数量和系统的设计而定 原则上要看阿摩尼亚的含量是否超标而定 阿摩尼亚的浓度建议控制在每升0.5毫克以下 最高不要超过每升1毫克 第二道过滤是最关键的 很多人都不懂这个系统的作用和重要性 这就是生化过滤 生化过滤系统是一个培育消化细菌的水池 里面有生化球或者是生化棉之类的材料 消化菌需要附着在这些材料之后才可以工作 这些消化菌会将大便和饲料残余所产生出来的阿摩尼亚转化去亚硝酸原 就是我们所说的NO2 亚硝酸原和阿摩尼亚都一样具有毒性 都会危害到鱼的生命 但是亚硝酸原的毒性没有阿摩尼亚那么强 接下来消化细菌会将亚硝酸原转化去无毒的硝酸原 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NO3在这个时候硝酸原才是真正可以被植物吸收的养分 菜得到NO3之后才可以增长 第三部分就是我们所种的菜 在回流到鱼池之前我们可以安装UV杀菌系统 这是为了控制病害蔓延而射的 但要注意的是如果我们在水里面投放粮菌的时候 最好把这个UV系统关闭三到四天 要不然会浪费了这些粮菌 基本上很多人会选择这样的水管来种菜 很多薪酬都会犯的错误就是将整条水管都灌满了水 这是绝对不可以的 因为植物的根部都需要呼吸的 如果根部被水沿埋 会直接影响到植物的根部生长 我个人建议水管的水位控制 应该控制在30%到50的水平就可以了 第二要注意的地方就是折营 有些蔬菜是不能暴塞的 如果有条件就可以搭个折养棚 如果条件不允许就种植一些可以耐暴塞的植物 鱼的分辨主要是提供蛋的元素 对于植物来说是不够的 系统内还是需要定期的补充 甲 钙 铁 矿物质和一些微量元素 有些人会将这些养分添加在水里面 但是我认为比较有效的方法就是喷洒在植物的页面 如果有缺铁的现象 依次可以添加2mg per liter的奥河铁 特别要注意的是不可以添加过量 否则会影响到鱼的成长 px值控制主要要考虑三个元素 鱼 菜和菌适合的px值范围 大多数的淡水鱼可以接受的px值范围在6-8.5之间 至于植物最好吸收营养的px值范围是6-6.5之间 消化间基本上在px6.5以下活跃度就开始下降 所以综合考虑最好的px值范围给鱼菜共生系统的 是6-7之间 但是我个人建议控制在6.5-7之间 是最为合适的 蔬菜分为三种需肥量 在系统刚开始的阶段 可能系统还没有进入稳定的地步 会出现营养不足的现象 我个人建议新系统开始先种低需肥量的植物 这样成功率会比较高一些 这是不同需肥量植物的列表 可以供大家参考 虽然这节视频并不能概括全部的鱼菜工程技术 但是希望可以给你带来更加清晰的概念 怎么来去弄鱼菜工程系统 请不要忘记给我视频点赞转发以及订阅 当然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 谢谢